美国只有一件事情 保护他自己的国家利益 就是谁如果上台 可以更维护我们美国的利益 他并不亲绿也不亲蓝 他亲他自己 这是真的 美国只有一件事情 保护他自己的国家利益 所以美国对台湾政治人物 今天我就直白讲 在光晴第一次上你节目 我就直白讲 美国对台湾政治人物的看法 他的唯一标准 就是谁如果上台 可以更维护我们美国的利益 他并不亲绿也不亲蓝 OK 他亲他自己 这是真的 我们虽然都知道 你还会用这个意料 真的 告诉你 老师说的你要听 我自己做过外交工作 我自己在刚好 中间有一段是李总统要访美的时候 不论跟我认识多久的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 当时我们财大气出 前沿脚目 我们聘美国的公关公司 ZD公关公司 我们强力的去游说各个智库学校 邀请我们的总统李登会 或副总统连战到美国访问 我们强势出手 国务院恨死我们 我们更厉害的是我们的国会组 能够说服那么多的国会议员 透过听证会 透过 通过这个决议案 强迫国务院要 让我们总统访美 你讲的是94年 9495的时候 9495就丁茂石当国安会秘书长 而且那时候是鲁肇中 鲁肇中在当代表 那您是跟哪一系的 应该是跟谁在作业 你还是跟外交部 当然外交部 跟外交部在作业 跟外交部 那美国不论跟我多熟的国务院的朋友 见到我就是拍桌子 哎呀 美国人翻脸的时候 他不会因为跟你认识20年 就不维护美国利益 或者是偷偷给你什么方便 绝对没有 很多人说 两岸最重要的是和平方式 我觉得和平还不够 要非胁迫方式 因为和平有可能是投降的和平 可能是我跪下来的和平 跪降 我们国民党讲的是 我们所追求的和平 是在非胁迫下的和平 非胁迫下的和平 就是说不是因为我怕你 所以我才去追求和平 第二个我要讲的 就是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是大家很关心的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了 所谓的清美保台 是从蒋总统下来 没有一个政党 没有一个政府有变过的 这是已经在的 清美保台 你今天最重要论述就是清美保台 另外一个叫做稳路护台 我要讲这个 就是说我们要求取一个平衡 如果说我们就是增加自己防卫能力 加强抗敌意识 然后把国防预算提高 然后买更多的武器装备 然后紧紧的跟民主国家站在一起 这是一个增强自己体力的 也就是说吃补品 另外一个是要你降低吃药的风险 你可以增强体力 吃一些补品 但是你要尽量避免去逼到生病 那避免生病 也就是说除了保健以外 另外还要防止生病 防止生病 你就必须要降低风险 我们叫做threat reduction跟crisis prevention 也就是威胁降低 以及危机避免 那靠什么呢 靠的就是engagement 跟大陆对话不是投降 一个旅照izar 请不吝点赞击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